黑色轿车路口左转 蓝色轿车直行直接撞上 强大力道让整台车转了一圈 保险感喷飞 引擎盖和车身分离 冒出阵阵白烟 蓝色轿车也失控 冲撞路旁卤肉饭店 车壳零件四散在整条车道上 爱壮的店家车祸当下还没有营业 所以没人受伤 不过店门口前料理台洗手槽等身材器具 全被撞飞撞凹损失不小 车祸发生在21号清晨 芳寮台一线建新路口 这间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波及 去年11月也挨撞 传承到第二代的美食 挨撞的高几率让业者这么自嘲 这个无刹路口 车流量不小经常造势 过去曾经有执行的骑士和转弯箱 行车相撞骑士喷飞 还有轿车打了方向灯 变换车道时 后方骑士来不及闪避 撞上惨衰 警方统计 112年互报的 有10件车祸 平均1到2个月就发生一起 呼吁用路人行车别抢快 安全永远是第一 华时新闻周末汉屏东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时新闻的YouTube频道